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艺术品的流行语 当代艺术的潮流密码 当我们谈论当代艺术时 总是会发现一些流行语和潮流密码 它们就像是艺术界的密码本 让我们这些外行人感到既困惑又好奇 今天 我们就来揭开这些神秘的面纱 并且用一点幽默的方式来探讨这些流行语背后的故事 首先 我们不得不提到概念艺术 Conceptual Art 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某种高深的哲学理论 但实际上 它的核心在于想法比物品更重要 想象一下 你在画廊里看到一个空白的画布 旁边的标签写着这是我的灵魂的反应 你可能会想 这是艺术 还是我刚刚忘了戴眼镜 其实 这正是概念艺术的魅力所在 它挑战了我们对艺术的传统认知 让我们思考艺术到底是什么 接下来 我们来聊聊装置艺术 Installation Art 这种艺术形式 通常涉及到整个空间的改造 让观众沉浸在艺术作品中 想象一下 你走进一个展览 四周都是悬挂的塑料袋 里面装满了空气 你可能会想 这是艺术 还是我在超市的冷冻区 但这正是装置艺术的精髓 它让我们重新思考日常生活中的物品 并且在不经意见引发深思 然后 我们不得不提到后网络艺术 Post Internet Art 这个词听起来像是某众科幻小说的标题 但实际上它是对数字时代的反思 艺术家们在这个领域中探索网络文化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并且用幽默的方式揭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所展现的完美生活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想象一下 一幅画描绘了一个人在Instagram上摆出完美的姿势 但背后却是一片狼藉的房间 这不仅让我们捧腹大笑 也让我们反思自己的生活 最后 我们不能忽视社会实践艺术 Social Practice Art 这种艺术形式强调社会参与和互动 艺术家们常常与社区合作 创造出能够引发社会变革的作品 想象一下 一位艺术家在社区里发起了一个一起种菜的活动 结果大家不仅收获了新鲜的蔬菜 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种艺术形式告诉我们 艺术不仅仅是画布上的颜色 更是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总结来说 当代艺术的流行语和潮流密码 不仅仅是一些高深的术语 它们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故事和深刻的思考 无论你是艺术爱好者还是初学者 这些流行语都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当代艺术的脉动 并且在欣赏艺术的过程中带来一丝幽默和启发 希望下次你走进画廊时 能够用这些密码来解码艺术的奥秘 并且不再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艺术市场的神秘面具 谁在背后操控 在艺术市场这个五光十色的舞台上 背后的操控者就像是那些在马戏团里的魔术师 总是让人捉摸不透 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些神秘面具 看看谁在背后操控的这个充满魅力的市场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艺术经纪人 这些人就像是艺术界的经纪人 他们不仅要懂得艺术 还要懂得市场的脉动 想象一下 当一位新兴艺术家的作品 在拍卖会上以天价成交时 经纪人可能在一旁微笑 心里却在想 我真是个天才 但其实 他们的成功往往来自于对市场趋势的敏锐洞察 和对买家的心理把握 接下来 我们不能忽视拍卖行的角色 这些机构就像是艺术界的超级市场 他们不仅提供平台 还会在拍卖前进行精心的市场营销 想象一下 当一幅画作被拍卖时 拍卖行的专家会用各种华丽的词枣 来描述它的历史和价值 让钱在买家心中燃起购买的欲望 这就像是在卖一个艺术版的保险套 让你觉得 这笔投资是多么的安全和明智 再来 我们要提到的是收藏家 这些人就像是艺术市场的VIP会员 他们的品位和选择 往往能够影响整个市场的走向 当某位知名收藏家 开始收藏某位艺术家的作品时 其他人也会纷纷跟进 仿佛这位收藏家 手中握着一把艺术的魔法钥匙 不过 这也让我们看到 艺术市场有时候就像是一场时尚秀 流行的东西总是瞬息万变 最后 我们不能忘记社交媒体的影响 如今 Instagram和其他平台 让艺术家能够直接与观众互动 这就像是 给了每个艺术家一个自我推销的舞台 有时候 艺术作品的价值 可能并不完全取决于它的艺术性 而是取决于 它在网络上的曝光率 想象一下 艺术画作 因为某位网红的推荐 而瞬间成为热销品 这就像是艺术界的病毒式营销 总结来说 艺术市场的背后 有着多重的操控者 每一位都在这场华丽的表演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无论是经纪人 拍卖行 收藏家 还是社交媒体 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 艺术市场的神秘面具 下次当你在欣赏一幅画作时 不妨想想 这背后 又有谁在操控着 这场艺术的盛宴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艺术品的收藏者大揭秘 从新手到老手的转变 当我们谈论艺术品的收藏者时 这就像是在讲述一部 充满曲折情节的小说 里面有新手 老手 甚至还有一些 自以为是的角色 今天 我们就来揭开 这些收藏者的神秘面纱 看看他们是如何 从新手变成老手的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 新手收藏者 从懵懂道入门 新手收藏者 通常是那些 刚刚踏入艺术世界的人 他们可能在一次展览中 被某幅画作吸引 于是决定 这就是我人生的 第一件艺术品 然而 这个决定往往伴随着 一系列的搞笑误解 有一位新手收藏者 第一次参加拍卖会 心中充满期待 他看到一幅画作 心想 这幅画看起来很有艺术感 应该不会太贵吧 于是他举手出价 结果发现自己竟然出价了 十倍于预期的金额 当他回到家 才发现 这幅画的作者 竟然是当地一位著名的艺术家 这让他既惊讶 又心痛 这位新手收藏者的故事 告诉我们 对艺术的热爱固然重要 但了解市场和艺术品的价值 同样不可或缺 老手收藏者 从经验到智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新手收藏者 逐渐变成了老手 他们开始学会 如何辨别艺术品的真伪 如何在拍卖会上冷静出价 甚至还能在社交场合中 优雅地谈论艺术 这时 他们的收藏品 也开始变得多样化 从画作到雕塑 甚至还有一些 意想不到的物品 有一位老手收藏者 曾经在一次艺术博览会上 看到一件 看似普通的物品 一个破旧的木箱 他的直觉告诉他 这个木箱可能有故事 于是 他以一个相对低廉的价格 将其买下 经过一番研究 他发现 这个木箱 曾经属于一位著名的艺术家 里面还藏着一些 未公开的草图 这位老手收藏者的故事 告诉我们 艺术品的价值 不仅在于表面 还在于它背后的故事和历史 收藏者的转变 从热情到理性 从新手到老手的转变 往往伴随着一种心态的变化 新手收藏者 可能会因为意识的冲动 而做出决定 而老手则会更加理性 懂得如何平衡情感与理智 这种转变 不仅仅是对艺术品的理解 更是对自身收藏理念的 重新思考 有趣的是 许多老手收藏者 在回顾自己的收藏历程时 总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们会说 我曾经以为一幅画的颜色越鲜艳就越值钱 结果发现 我买的那幅画 其实是艺术家用来练习的草稿 这些幽默的回忆 不仅让他们感到自嘲 也让他们更加珍惜 自己在艺术世界中的成长 结语 艺术品的收藏之路 从新手到老手 充满了挑战与乐趣 每一位收藏者都有自己的故事 无论是搞笑的误解 还是智慧的发现 这些经历 都让他们在艺术的海洋中游刃有余 最终 无论你是新手还是老手 最重要的 还是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 毕竟 艺术的魅力就在于它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在这个繁忙的世界中 找到一丝宁静与启发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当代艺术的流行语 艺术市场的操控者 以及艺术品的收藏者 这些话题真是让人感到既神秘又有趣 总结来说 当代艺术的流行语 不仅是一些高深的术语 还隐藏着丰富的故事和思考 艺术市场则是一个五光十色的舞台 背后有着多位操控者 共同影响着这个充满魅力的环境 而艺术品收藏者的旅程 则是从新手的懵懂到老手的智慧 满载着搞笑的故事和宝贵的经验 深入分析来看 当代艺术挑战着我们对传统艺术的认知 它鼓励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艺术 而艺术市场的复杂性则提醒我们 投资艺术不仅仅是金钱的游戏 更是一门心理学 至于收藏者的转变 则是艺术之旅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对艺术的热爱如何伴随着智慧的增长 在这个有趣的旅程中 我相信每位观众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故事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你们在下方留言 分享你对当代艺术的看法 或者提问任何你想知道的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期待你们的回应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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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频道 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